你怎么办 要桌子 小爷子 先生 桌子 抓个三个月 你拿一个手段 三个月 大家拿块豆腐 我们先把咸菜炖豆腐给炖上 豆腐选老豆腐或嫩豆腐都可以 搬成小块备用 咸菜洗几遍 挤干水分 切碎 咸菜先和大蒜炒一下 这样一会炖更香 咸菜用不了这么多 我们剩下来的可以用来当小菜 炒香 盛出备用 立起锅 下几片肥肉 炒出肥油 加入葱姜蒜 炒出香味 淋入料酒和山葱 然后盛到砂锅中 放上豆腐 加清水 放上咸菜 加点老抽上个色 根据咸淡我们加点盐 再加上白糖 白胡椒粉 鸡粉 芝麻香油 就这样一直开着小火炖 时间越长炖的越香 上桌前再放上红辣椒和蒜苗就可以了 下一道菜我们来做山药炒猪肝 猪肝切成一元前厚度的薄片 反复的清洗几遍 洗到清水 再用力地挤干水分 猪肝一定要把水分充分地挤干 才能进行腌制 有条件的朋友最好再用厨房纸吸一下 葱姜拍碎 加上盐 白胡椒粉 用干净的手把猪肝抓粘 腌上五分钟 然后把葱姜剪出去 再加上玉米淀粉上浆 最后倒入食用油 封住水分就可以了 干药对半切开 再切成厚片 不用切得太薄 反而一炒的话就容易碎 半个红辣椒切成片用来点缀 锅中水烧开 下入山药和辣椒焯水 大火煮到水再次沸腾 就可以捞出来了 锅中倒油来炒猪肝 这个猪肝已经放了半个小时 碗底还是干干的 六成油温下锅 用中火来炒 不用炒的时间太长 猪肝全部变色就沉出 炒干的油滤回锅中 用这个油来炒香香蒜 再开大火下入山药和红辣椒 调味加上盐 白糖 生抽 然后猪肝回锅 再次翻炒几下 家里有小孩的话 可以把猪肝炒得稍微老一些 出锅之前放上青酸液 沿着锅边淋点陈醋 提个味 这样炒的猪肝 哪怕是不爱吃猪肝的人 都会忍不住多吃即可 最后再来炒一个莴笋丝 莴笋给它插成丝 一般土豆丝我会用倒切 其他能损失的我都会用叉子 再搭配青辣椒和蒜子一起炒 锅烧热加上猪油 放上莴笋丝 用大火翻炒 炒软了之后来调味 放上盐 白糖 提个鲜 调料炒匀 还是淋点醋提个味 最后这个青酸液 一定要放 大家试一试就知道了 特别的香 好了出锅 我们家开饭了 今天中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